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十九集 笑笑蓝只能装傻 周成真是表现得太明显了 昨天送他回家 早上独自在路口等他 又关心他家里的情况 要跟着他叫舅舅 要说这人没规矩吧 他又让康伟叫刘叔 可见周成是能分清理外的 有男人对自己是好 笑笑蓝感觉很新奇 上辈子年轻时 一心为生计奔波 满脑子都是事业 哪有心思谈恋爱 外貌和家事 一个都不占优势 也没有年轻男人 真的对他死追不放 倒是认识一个客户 觉得他有头脑 想让他当儿媳妇 他敌不过情面去相亲 见了面 家里开工厂的小富二代 掉头就走 嫌他不漂亮 呆板吐气 事业成功后 也尝试过发展下男女关系 有了事业和金钱包装 她的行情倒是好很多 不过成熟男人更看重利益 八字没一撇呢 就和夏小兰建议 要买几套学区房 要早点生孩子 要替他理财的 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夏小兰自己就疏远了 周成长得帅气 就拿外在条件来说 也够好了 被这样一个年轻男人献殷勤 夏小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说现在的风气很保守吗 夏小兰觉得周成太大胆了 先对付着把早饭吃了 中午呢 我请两个同志好好吃一顿 感谢两位对小兰的帮助 刘勇惦记着要去派出所打听消息 也不好带着夏小兰去 可他又担心流氓们还有同伙 周成及时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哦 我陪小兰去卖鸡蛋吧 卖完了就再找店所见 康伟端着自己那份饺子 十分心酸 知道自己又被丢下了 刘叔 要不我陪您去派出所了解情况 昨天我也在场 公安们对我还有印象 刘勇有点迟疑 你们的货 这年头能跑长途的 拉着的货就没有不赚钱的 刘勇不知道这两人是单干 还是替人跑腿的司机 不管哪种情况 人和车都是不能分离的 就算在招待所落脚 也得大家轮流睡车上 晚上是仿着耗子 白天就好了 车间后面有待所的围栏 刘勇一看 停在招待所大院里的东风汽车 后车厢全用婴儿手腕粗的钢筋 焊死了 后面挂着大锁 刘勇眼皮一跳 这两人是干嘛的呀 遇什么货 要这么严防死守的 他顿时警惕起来 周成也没解释 夏小兰赶紧打圆场 我自己去卖鸡蛋好了 都是人来人往的厂房外 今天再也不走偏僻地方了 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啊 谢谢猪大哥的好意 周成不说话 就那样看着夏小兰 那眼神都快把夏小兰给看话了 康伟忽然特别严肃地说 刘叔 我看这事还真的仔细查一查 昨天那几个流氓 康伟把刘勇半拉半拽地弄走了 招待所院子里只剩下夏小兰和周成 走吧 吃晚一点要做个买菜的人了 他推着夏小兰的自行车在前面走 夏小兰只得跟上去 两个人开始谁也没说话 等走到夏小兰经常吃汤面那摊味 摊主黄婶都认识夏小兰了 瞧见今天是周成推着她的车 黄婶想调笑几句 又怕自己误会 她老远就招呼住夏小兰 今天早上还是老规矩 夏小兰摇摇头 婶子 我早上吃过了 周成把自行车架好 他怕夏小兰拒绝又加了一句 吃过了也陪我再吃一点 我早上五点就去路上等你 饺子可能不够吃 你别介意啊 我不是说你东西太少了 我是说自己翻量大 夏小兰听得脸红 她要不贪嘴吃那几个饺子 周成可能就够了 两人坐下来 黄婶还帮忙把饺子蒸热 和面一起端上来的 周成加了一个饺子放嘴里 酸辣开胃 不禁点点头 你水又不错 饺子很好吃 北方爱吃酸菜饺子 和用泡萝卜做的馅儿 风味各有不同 不过泡菜猪肉馅儿的饺子 是夏小兰做的 周成有点后悔 让一半给康伟 夏小兰老脸微红 是我妈擀皮包的 我不太会做面试 啊 周成明明没说啥 夏小兰鬼使神差 捂了一句 馅儿是我调的 周成没说话 加饺子的速度却加快了 夏小兰也确实没吃饱 这个时候大家食量都大 肚子里没油水 干的又都是体力活 她在家吃的几个饺子 完全不顶事 一大碗面 连汤带面的 都被夏小兰吃完了 不过她吃东西不慢 动作却很斯文秀气的 周成觉得赏心悦目 等夏小兰放下筷子 周成才把饺子和面 风卷残云吃完 夏小兰要给钱 周成这次抢先给了 黄婶儿看出点眉目 只收周成的钱 小兰哪 你对象长得怪俊的 对你也好 她不是我 谢谢婶子对小兰的照顾 您的手艺真好 曹王会开一家大面馆 黄婶儿顿时笑得牙不尽眼 大早上的听见这种吉利话 谁心里不舒坦 小伙子不仅长得俊 嘴巴也够甜的 夏小兰眼光不错 周成没让夏小兰说话 两人结账离开 夏小兰就挺恼的 周成这人挺邪气 还自以为是 夏总不喜欢对方这样办事 不尊重她的意愿 大男子主义 周成见她一生气 粉面寒撑的 长得就没有威慑力 生气就别有一番韵味 一点都害怕不起来 不过 周成又不是想惹夏小兰生气呢 她压下心中的激荡 正经解释 现在是严打呢 沈子误会也没有办法 我和你无亲无故 还敢一起上街 下一个被安清县公安抓紧的人 只怕就是我了 夏小兰面色稍记 可能昨天出了他那事 今天县城的治安是挺严的 流氓罪不是开玩笑 年轻男女在公开场合 距离过近也不行 不过等到了农机场外边 那些买菜的大婶们 凑上钱来 都嘖嘖称奇 哎哟 你是小兰的对象啊 哎哟 小伙子第一次来 你就该陪着你对象来嘛 你看他长得那么漂亮 坏人要打主意的 小伙子哪的人呢 鸡蛋倒是卖得挺快 就是太八卦了 周成也没承认是他对象 可也没反驳呀 人家问他的话 他也乖乖回答 买鸡蛋的大婶们 不一会儿都知道了 夏小兰谈了个京城的对象 开大车的 还有京城户口 一个熟客 把夏小兰拉到一边 我的乖乖 这条件也不得了了呢 我就说你这孩子 又淋漓又漂亮的 还想把你说给我侄子呢 现在没戏了 夏小兰怎么解释 她觉得自己被套路了